這件連帽蕾絲 我覺得一定要買 平常你買多了T恤 買多的蕾絲 但是你絕對沒有買過蕾絲連帽喔 這是刺繡 不是印花 所以在洗禮的時候不會壞掉 好 再來呢 裡面有做單層的內禮給大家 因為擔心整件白色會超透 好 再來呢 身寬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件是這樣子 提花的部分沒有在彈了 但是它的身寬 我覺得到L號是沒有問題的 在夾口的部分 大家也都是可以很輕鬆的駕馭之外呢 有沒有看到手繡它是透膚的 然後呢 外加它有一個小連帽 它這個連帽啊 它是做綿質的小連帽 然後我覺得造型度非常夠 下擺是拼接螺紋 你可以把它放下來 也可以把它收上去 而且呢 它的厚薄度就這樣 遮起來就這樣 我的 真的比我的化妝包還要小一顆 再來就是我們家的提花蕾絲啊 比較不容易勾破 都是經過挑選的 所以呢 除非你用到釘子或是刀 不然基本上呢 是不會的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一個滿美麗的一個造型 就是它是比較偏休閒類的 然後因為它是有連帽嘛 所以我覺得它你可以稍微把衣服這樣裤上去 然後它就是一個小連帽 然後比較休閒 跟剛剛穿牛仔褲的氛圍是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搭的是米杏色 在配米色的褲子 然後這個米杏色穿起來跟剛剛白色的那個樣子 跟它整體呈現出來的柔軟度 我覺得又不一樣了 如果你看到換紗裙的感覺 我覺得紗裙的感覺就是更柔一點點了 所以你可以用銅色調去做一個搭配 對 對 對